首先我们先把第一章最后一节关于监理的相关内容给它讲完 然后我们将第二章的第一节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最后一节 如果说你有讲义的话 把讲义摆在旁边 如果说当然没有讲义的话 把教材打到65页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监理 这个标题说的是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 工作任务以及工作方法 那关于这一节涉及到的考点 一共有三大个 第一个是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 监理它有一些性质 比如说服务性 科学性 公平性 什么独立性啊等等 一会我们会具体介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工程监理的工作任务 比如说我们监理在设计阶段 它的任务有哪些 在招投标阶段任务又有哪些 施工准备阶段 施工阶段 以及竣工验收阶段 监理它的工作任务分别有都是什么 关于这个内容需要大家把不同的阶段监理的任务我们能够区分开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呢是监理的工作方法 在这里啊 即将要讲两个内容 一个是监理规划 一个是监理实施细则 那么关于这二者我们只要能够区分开 这个考点就能够拿分了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幕 监理的工作性质 那关于这里面的知识点啊 尤其是第一个 我是从我们教材当中 把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都已经剃掉了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监理的工作性质 对于监理而言 它是一个有偿的技术服务 是高智能的 有偿的技术服务 是有偿 就是你得给人给人监理钱 是吧 而且是技术层面的 不是管理层面的 监理它重点强调的是技术层面的服务 注意监理跟承包方可是不一样的 承包方我是要将这个项目承包过来 我必须要保证它的目标实现 而监理则不同 监理是提供的是一种服务 虽然说监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他会努力让目标进行得以实现 但是即便说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我们也不能去追究监理的责任 就是至少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为监理 好 首先要需要大家掌握监理呢 它指的是一种有偿的技术服务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我国的工程监理属于国际上 谁的项目管理的范畴 业主方 国际上是没有监理的 我们国家才有监理 而我国的监理就相当于国际上 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 这个需要掌握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内容 是重点 这是工程监理工作性质的特点 我们采用监理制度 实施监理制度 到底有哪些特点 一共有四个层面特点 那关于这个特点 它一般情况下怎么考呢 能不能出多项选择题 可以 只不过出多选的可能性略低 那一般情况下怎么考 考单选 它给我们一种描述 比如说给我们一种描述 然后让我们去判断 这种描述 它重点强调的是 监理工作性质的哪一个特性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需要我们一定要把这四个特性 给它区分开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服务性 关于这个服务性 其实在这里 我已经强调过了 监理它是一种有偿的技术服务 虽然说它会努力 让这个目标得以实现 但是即便说目标没有实现 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归为监理 你应该找谁 应该找承包方 施工承包方 这个承包方 它是必须要满足 这个目标实现这么一个要求的 而监理则不同 所以你看监理不保证 这个目标呢 一定实现 虽然说它努力会让它实现 但是它不保证一定会实现 这是服务性 第二个是科学性 这个很好理解 你看我们能承担监理这个职务的 是不是都是一些专业人士啊 没有文盲是吧 所以它是拥有相的专业人士的 这个反应的是科学性 第三个是独立性 这个独立性强调的是监理啊 它不允许依附于被监理单位 在组织上和经济上不能依附于监理工作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这监理 你其实是不允许每天跟这个承包方 施工方今天拿个红包啊 明天去吃个饭啊 等等等等 干什么 这是不允许的 一定要保证独立性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执行你监理的工作了 最后一个是公平性 这个公平性指的是什么呢 既然监理他拿的是业主的钱 既然你拿了业主的钱 其实他是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 那这里强调的公平 指的是在维护业主的权利的前提之下 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 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公平了 就是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承包方的权益 好 那这四个就是监理工作特性质的特性 第二点需要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题目 看看大家掌握的如何 看第一题 我国的建设工程监理 属于国际上谁的项目管理的范畴 国际上是没有监理的 那么我国的监理 属于国际上谁的项目管理的范畴 当然是业主了 所以说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D 看第二个 关于工程监理单位工作性质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A 工程监理单位接受业主的委托 必须要保证目标 它的实现 是吗 监理是必须要保证目标一定实现吗 不是 这个考察的是监理它的服务性 所以错 看B 工程监理单位在组织上不能依附于建立工作的对象 正确 这个考察的是独立性 看C 工程监理单位从事监理工作人员 军营是注册监理工程师吗 监理员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 不一定非得是全部都是注册监理工程师 是吧 看D 工程监理单位以独立的第三方的身份 处理业主和承包商的冲突吗 它是要以独立的第三方吗 不可能 你既然拿了业主的钱 你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吧 所以他就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 他这个公平性指的是 在维护了我们的业主的权利的前提之下 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 所以这个错 他说是以独立的第三方就不对了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B选项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监理工作的任务 那关于这理念 其实有一些内容是需要我们重点掌握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当中 对监理工作的一些有关规定 给大家整理了这么三条 我们看首先看第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据法律法规 以及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就是这个监理单位他要依据法律法规 技术文件这个技术的标准设计文件 还有承包合同要依据这么多内容 代表谁呢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 并对工程的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这个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监理他承担的什么责任叫监理责任 不是监督责任也不是管理责任 叫监理责任 他是既监督又管理 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第一条当中重点掌握的一个词 承担监理责任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 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 这个监理工程师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专业监理工程师 要选派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进入施工现场 那接下来的内容就要求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总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我们该如何 如果说专业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那么又该如何 这两种不同的后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开 首先我们先看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 比如说未经各个专业监理工程师签字 怎么办呢 建筑材料 购配件以及设备是不得使用 也不得安装的 并且不得进入到下一道工序 这是专业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我们是材料设备不得安装不得使用 不得进入到下一道工序 那如果说总监理工程师未签字呢 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那就更严重了呀 不得拨付工程款 不给钱 就是不给钱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是两种签字权 关于这两种签字权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 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材料 购配件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一道工序 那总监理工程师不签字呢 不得拨付工程款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这只要这两个你能区分开了 这个点 这个分你就拿到手了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 监理工程师 需要采用旁占 巡视和平行检验的形式 对整个建设工程师 监理活动 三种形式 旁占 这个旁占 就是监理站在一边 看着我们这个施工人员 他去干活 旁占 巡视 就是走过来看一圈 走过去看一圈 平行检验 平行检验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施工方 你干完活之后 施工方 他是有一个自检的 那么他自检合格之后 接下来监理呢 还要进行一边检查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平行检验 这就是旁占 巡视 平行检验 这是监理 他实时监理活动的三种形式 需要掌握 好 这是关于监理工作的任务 需要我们重点掌握这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分为三条 第一个重点强调的是 要承担监理的责任 第二个重点强调 监理工程师不签字如何 总监理工程师不签字又如何 第三个强调的是 监理的形式有哪三个 好 每一个都是重点 我们来看题目 第一题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在工程项目建设监理过程当中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 这个说的是 未经专业建立工程师签字 怎样 你们选哪个 你们选哪个 A A D E 材料购配件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导工序 正确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 A D E 那如果说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又如何呢 大家说一下 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是不得拨付工程款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这两种签字权一定要区分开 这道题选择A D 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根据现行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的要求 监理工程师 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的形式 包括哪三个 旁占 巡视 平行检验 选择 C选项 你们选对了没 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来往下看 刚才说的是质量管理条例 它的一些要求 是质量管理条例 那接下来我们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面 又有哪些要求 在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面 他说对监理工程师的工作规定 有这么几个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 审查什么呢 既然你是监理 你必须要审查一些文件 那审查什么呢 既然是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面所规定的 那肯定我们建立要审查一些 跟安全有关的一些文件吧 你看啊 他应当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是否符合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这个监理 他要去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里面的这些内容 看看是不是符合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很重要 我们往下看 看第二个 他说在事实监理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有了隐患 发现有了安全隐患 那么该怎么样做 他说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那你注意啊 一定要对应好了 有隐患 你是让他整改 那如果说情况严重了 又该如何啊 严重的话 我们就要要求暂停施工 严重了就要暂停施工 并且呢 报给谁 报给甲方 就是要报给建设单位 那如果说施工单位 他拒不整改 也不停工呢 我让你改啊 有隐患了 我让你改啊 严重了 我让你停啊 如果说他拒不改正 拒不整改 也不停止施工的话 怎么办 那就更严重了 我们就要向有关部门 进行报告了 向有关负责部门 就进行报告 好 那关于这个第二条理念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 什么情况是整改 什么情况是停止施工 并且报告给建设单位 什么情况我们要向有关部门 进行报告 一定要去分开 比较轻的隐患的时候 你就改 严重了 赶紧停 并且报甲方 让你改 你不改 让你停 你不停 我就向有关部门 进行报告 好 这是这三个不同的程度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再往下 他说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这个说的是监理啊 监理应该按照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来实施建立 根据依据一些法条 依据一些规定 依据一些强制性标准 来实施建立 并且承担什么责任 叫监理责任吧 你看 在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面 再一次提到了这个监理责任 不是管理 不是监督 是监理责任 好 这是这一部分 哪个重点呢 当然是第二个很重要 对于这三种不同的程度 我必须要区分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样的题目 看第一个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来实施建立 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承担什么责任啊 一再强调 是监理责任 不是监督 不是法 不是法律 也不是连带 也不是管理 叫监理责任 选择 逼选项 看第二题 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当中 有关监理规定的说法 正确的是 让我们挑对的 看看哪个是对的 看A 工程监理单位 应当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当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或者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这个是正确的 看B 工程监理单位 在实施监理过程当中 发现存在安全隐患 发现有隐患了 怎么办 让他整改吧 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正确 看C 如果说情况很严重了呢 那么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停施工 是吧 严重了就要暂停施工 还要报告给建设单位 正确 ABC 全是对的 看B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 或者不停止施工的话 让你改 你不改 让你停 你不停 怎么办呢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正确 都是对的 看B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是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来实施监理 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什么责任 监理责任 他说的是所有责任 错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ABCD只有一部队 好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说的是建设工程监理规范里面所规定的这个项目实施的几个主要阶段 那么这个监理它的主要任务有哪些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阶段 比如说在设计阶段 将来要监理要干哪些事 招投标阶段监理又干哪些事 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干哪些事 施工阶段他又干哪些事 还有竣工验收阶段 等你干完活儿竣工验收的时候 监理他的工作任务又有哪些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设计阶段 在这里要注意 关于设计阶段和施工招标阶段 这两个理念 我们国家呀是没有具体的一些要求的 那到底让我们监理干哪些事呢 这得看你跟业主所签的合同 所以是业主的需求而定 比如说 简单说几个 设计阶段 这个监理呢 他可能帮着业主先向设计单位 提出一些设计的要求 比如说第一个 他可能对于设计提出一些要求 第二个呢 可能是拟定一些关于设计 这些这个设计方的一些招投标 就是设计的招标 然后 比如说他还有可能是 这个拟定一些关于这个合同的签订 这说的是设计合同 还有就是监理可能再去监督管理一下设计的进度 当然到底有没有这些工作 全部都是事业主的需求而定的 可能会有 这是设计阶段 那这个招投标阶段呢 也是比如说监理 你可以要帮着我们业主进行对于招投标进行组织 组织一场招投标 比如说他要去组织 第一个 去组织 第二个 然后就是参与 参与合同的签订 一分招投标吗 参与合同的签订 后面我就不写了 那当然到底有哪些 看业主怎么去要求了 那关于这两个 我们之间还真是没有考过 因为关于这两个国家是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的 所以这两个我们简单了解极客 了解 还没有上升到理解的程度 就是仅仅了解极客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往后就稍微比较重要了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说的是材料设备采购供应的时候 这个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就是有了材料设备的一些供应 那么监理它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呢 当然要去检查这些材料设备 是不是符合要求 是吧 那么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还包括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看这句话 他说对于由业主负责采购的材料和设备的物资 那就是假供材 对于这样的 对于假供材的这种监理工程师 应负责来制定计划 那你注意既然是假供材 那就是由甲方去提供 这个时候呢 监理你要去帮着甲方去采购 去制定很多的计划 并且要监督合同的执行 具体的内容有这么几个 我们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呢 是要制定或是参与制定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计划 多长时间你供应一批 每一批要供应多少 供应计划和相应的资金需求计划 这是监理你要帮着业主去制定这些计划的 然后第二个 通过材料跟设备的分析比选 协助业主确定比较好的供应单位 通过你去比较 就是通过你去货比三加 然后你要协助业主来确定材料设备等物资的供应单位 从那么多里面 你要选出一个来 第四起草并且参与材料设备的订货合同 你要去起草这个合同 并且去参与签订 还有监督合同的实施 这些都是材料设备的采购供应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我们建立你需要去干的一些事 当然 那么对于这些内容可能会怎么考呢 你注意 后面我们还会学到不同的阶段建立要干哪些事 那考试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么多不同的阶段里面 建立干了那么多事 给他揉到一起 然后让我们学员往外挑 哪些是材料设备采购供应阶段 建立的工作 哪些是施工准备阶段建立的工作 哪些是施工阶段建立的工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区分开 你能给他区分开 从里面挑的出来 那就可以 好 这是材料设备涉及到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么多的阶段全部讲完之后 再整体去做题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施工准备阶段 这个相比非常重要 要比上面一个 要比上面刚才讲完的那个还要重要 这是施工准备阶段 就是马上要干活了 在准备阶段建立要干哪些事 包括这么多 你看第一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质量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 与工程建设 它们是不是符合强制性标准 就是 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符合性如何 说的是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 是不是符合强制性标准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 提到了一点 这是施工准备阶段 他该干的活 然后再往下 参与设计单位进行设计交谊 当然 这个设计交谊就是干活之前 就是施工准备干的事 所以这个也属于施工准备阶段 再往下 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 以及组织机构人员的资格 当然 在干活之前 监理它重点强大的就是 你们管理的制度如何 人们的资格如何 这也是很明显我们能够提炼出来 是属于施工准备阶段监理的工作 第四个 检查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一个配备情况 在这里我们后面还会强调 它的一个配备情况 并且实物当中也会有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建筑平米在一万平米 小于一万平米 我们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几个呢 一人 如果说是一万到五万平米 那么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几人 不少于两人 那如果说是大于五万 五万平方米的话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不少于三个人 所以这个你在开工之前 你一定要检查他这个人员配备的情况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第五个 审核分包单位的资质 这个也很明显大家能够区分出来 是属于施工准备阶段的 检查试验室 你试验室该准备的一些 是不是都有 是不是都是完整的一些设备 还有第七 检查验施工单位的施工测量放线的结果 这个测量放线也是在我们施工之前 你应该放线好的吧 所以他还要查验这个放线的结果 然后最后一个是审查开工条件 签发开工令 开工条件 开工令 很明显这都属于施工准备阶段的事了 所以这就是包括了八个 是施工准备阶段的 一定要注意好 你看我们重点讲了一个施工准备阶段 和我们上面刚刚讲的第三个材料跟设备采购 这个阶段 监理的工作 至少这两个大家能够区分开了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完之后我们再整体做题 再来看一下施工阶段 监理的工作又有哪些 施工阶段他又怎么说了呢 是他要从这么四个大的层面来说 首先第一个监理 他要看看对于这个质量进行控制 第二个是对于进度进行控制 第三个对于投资进行控制 第四个安全生产管理 他要从这四个大的层面来展开说 这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干活的过程当中 我要控制质量 控制进度 控制投资 控制安全生产 好 这是大标题 那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考这个大标题 考什么呢 考括号里面的一些小的内容 所以这一个重要 而且不是很好记 很多情况下都是把施工阶段 和我们刚刚讲完的 施工准备阶段内容给你揉到一起 进行考察 好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四大块 首先看一下质量控制 那控制质量 包括哪些呢 验收隐蔽工程 那很明显 你都验收隐蔽工程了 肯定在施工阶段吧 分部分向工程 验收分部分向工程 是不是也是在施工阶段 你都已经干活了呀 通知整改 如果说你有一些不合格的 那么肯定要通知整改呀 还有签署质量评定表 这个要重点注意 签署质量评定表 是在施工阶段 还有审查材料的质量 那你施工过程当中 可能会再一次会引进一批 一批材料 那么我们必须要去审查 它的一个质量 检查仪器设备 度量横 要定期检查的证明文件 注意定期 可能一个月我检查一次 可能一个季度检查一次 当然这都是在施工阶段 它进行的 还有监督事故处理 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事故的话 我一定要去监督事故的处理 等 还包括很多 在这儿呢 我就把一些重点的 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好 这是质量控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进度控制 控制进度的都有什么呢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 进度计划 那你进度计划 那肯定是进度控制 并且是施工 施工阶段的吧 还有督促进度 你们赶紧干呀 督促进度 还有核对形象进度 看看你的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里面 和形象 和形象进度 是不是一致的 什么叫形象进度呢 就是你放眼望去 能够看得到的 他能干到什么程度了 地基基础干完了 还是主体结构干完了 这个说的是形象进度啊 这个说的都是进度控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投资 跟钱有关的了 看看跟钱有关的了 审核工程款的支付申请 工程款 那人家要要钱来了 所以人 施工方肯定要提出一个申请 支付申请 那么监理必须要去审核啊 签发或者出具工程款的支付申请 然后审查变更申请 你工程有变更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成本 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处理索赔 那索赔我也有索赔费用这一项吧 还是跟钱有关 合同争议 那这个合同争议可能也会有一些 这个跟钱有 有这方面有关的了 当然这个合同争议啊 涉及到的面比较广 肯定会有 跟钱有关的一部分 然后然后还有审查 竣工结算的申请 结算的申请 同样还是跟钱有关的 所以这些跟钱有关的都是施工阶段 关于投资控制对象的 我们看第四个 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管理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控制安全生产 有哪些 你看啊 根据强制性标准 对安全管理进行监督 我一直啊 你一边干着活 我就要 就是在你施工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监督你的生产安全生产管理 还有 编制监理应急预案 并且参加演练 你注意这个应急预案 比如说综合应急预案 我们一年就得演练一次 像这个专项应急预案 我们也是一年要演练一次 所以 他要 编制监理的应急预案 并且参加演练 然后再往下 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审查他的规章制度 发现情况严重的话 如果说有了一些严重的情况 那么要有总监力工程师下达工程暂停指令 在这儿有一个小点需要我们掌握 谁去下达暂停指令呢 注意 是总监 而不是专业建立工程师 这个要注意 是总监 好 这是施工阶段 关于这个施工阶段 我再次强调 一定要与刚才讲到的施工准备阶段区分开 一会我们会有大量的题目来去练习 然后我们看到数第二个 是竣工验收阶段 都是干完活了 那么你干完活了 验收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监理 他的工作主要任务又有哪些 看 一共这么四个 第一个 要督促检查施工单位及时整理竣工文件和验收资料 既然你是竣工验收阶段 这个阶段肯定是整理竣工的文件和验收的资料啊 这个很好理解吧 并且提出相应的意见 然后第二个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 还是跟竣工验收有关的 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我们这个监理你是一点一点的 看着他这个事故单位把这活干好的 那当然 这个质量到底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监理是清楚的 所以还要编写一个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然后第三个 组织工程预验收 谁组织工程预验收啊 是总监 总监要组织预验收 然后谁组织 谁来组织竣工验收呢 竣工验收谁组织 业主组织 那么这个监理啊 他还要参加竣工验收 在这要注意啊 预验收是总监来组织的 而竣工验收 是业主组织 那么监理他要去 他要去参加的 并且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最后呢 是编制整理工程监理 归档的文件 并且交给业主 就是文件的归档 这些都是跟 验竣工验收阶段 这个阶段建立 他应该干的事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施工合同管理方面的工作 对于合同管理 我们建立 跟合同这一块 他又有那些活要干 看第一个 拟定合同的结构 和合同管理制度 到底采用什么样的 合同结构 是什么平行发承包 还是这个 施工总承包 还是施工总承包管理 拟定合同结构 和合同管理制度 你看包括什么 括号 他说 包括合同的起草的拟定 合同的会签 合同的协商 合同的修改 审批签署保管等等 这些制度 这个我们简单了解即可 不需要背诵 不需要记忆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协助业主拟定 工程的各类合同条款 我帮着你去拟定 一些条款 并且参与 这些合同的商谈 前面我们讲到 项目经理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项目经理是不是 对于合同的签订 他也是参与 参与去签订 而在这监理同样如此 监理呢 他也是参与 各类合同的商谈 第三个 合同执行情况的分析和跟踪管理 到底这些承包方 有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 去完成他的工作 那么监理 他要去进行跟踪管理 然后第四个 协助业主处理 和工程有关的索赔 和合同争议的事宜 一说索赔 肯定是 某些情况 他违反了合同的要求 才能产生一些索赔 是吧 还有合同争议 这对这些都是跟合同有关的 好 那么整体 我从头到尾 一共说了这么七个大的方面 确实太多了 我相信大家现在脑子里 可能是有点感觉 但是不能相信自己全部掌握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题目 来检验一下 如果说你掌握的不是很好 刻下 把我刚才讲的这七条 你再终点去回顾一遍 我们来看几道题目 先看第一题 根据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 他说以下属于施工阶段 监理工作主要任务是有那些 注意啊 施工阶段 看一下 看A 检查施工单位专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 他什么时候去检查这个资格啊 是不是施工准备阶段啊 就是你在干活之前 你先去检查他们的资格 所以这个错 看B 检查施工单位的测量 检验仪器设备定期检验的证明文件 既然你是定期了 当然 你可能是一个月检一次 一个季度检一次 就是每个月都要都要检 每个季度都要检 这个当然是在施工阶段了 你干着活就要去检呀 正确 审核分报单位的资质 审核资质 或者是检查人员的资格 这些都属于 这两个都属于施工准备阶段的 还有查验施工单位 这个施工测量定位放线的结果 这个我在讲的时候 是不是也重点强调了 我说啊 这个放线 它把它归在哪里了 归在施工准备阶段 就是你在干活之前 你得先放好线吧 先把点都找好吧 同样 这个也是属于施工准备阶段 所以这道题 属于施工阶段的选择B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看第二题 看看我们通过题目 能不能帮你来回忆一下 第二题 在工程施工 这个项目施工阶段 还是施工阶段 建立机构的主要工作任务 有哪些 找案施工阶段的 A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比如说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理念 关于安全生产的一些措施 到底是不是符合强调性标准 专家施工方案是不是符合 这是A 然后看B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 竣工结算申请 竣工结算申请 这个是什么阶段 结算 结算是不是跟钱有关的 跟钱有关的 这就是施工 阶段里面 哪一项投资控制 是吧 这个是不是 是施工阶段的投资控制 然后再看C 按月 集合年度 像这个按月 或者是年度 向业主报告工程执行情况 每个月 或者每一年 他的工程的执行情况如何 这说的 是不是也是施工阶段的 哪一个 进度控制 然后看D 掐纳于设计交底 设计交底 是不是干活之前 所以这一个是属于施工准备阶段 然后看E 对施工单位的检测的仪器设备 度量行等进行定期的检验 和不定期的抽验 定期 不定期 这不就是施工的过程当中 我在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去检查吗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啊 那么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选哪个 选择B C和E选项 对吧 B属于竣工阶段 这不属于 这个不属于 B 竣工结算的申请 这是要钱呢 结算申请 这是不是要钱的呀 要钱呢 所以这是施工当中的投资控制里面的 投资控制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手头有讲义的话 你赶紧再往前翻一翻这些讲义 你去对照的去找一找 或者说大家把这个题目你拍一下 那你先拍一下 如果没有讲义的话 你截个图截个屏 然后刻下 好好去对比的看一下 好吧 A应该是属于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里面的一些安全生产的措施 和专线施工方案是不是符合强证标准 我们可以把A理解为是施工准备阶段的吧 好 你看我这个解析里面有 你看A跟D都属于施工准备阶段的 如果说你有讲义 你赶紧往前翻 去瞅一眼啊 或者是你把这个题截上屏 然后刻下自己再去琢磨一下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第三题 第三题说的是建设工程 事工 建设工程项目 事工准备阶段 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有那些准备阶段 看A 审查申报的资质准备 检查他的实验室 是不是准备 还有审查开工条件 是不是准备啊 D 签署施工单位的质量评定表 这个是哪个 签署施工单位的质量评定表 说明他已经干活了 都已经有这个质量 到底是不是合格还是不合格的了吧 这个属于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质量控制 可能我们虽然没有 没有记太好啊 施工阶段不是分为四个大的框架吗 有质量控制 有进度控制 有投资控制 有安全生产管理 是吧 而这一个是属于质量控制里面的 然后看E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 施工进度计划 这个也是施工阶段 进度控制里面的 所以说这道题 正确来选择ABC 选ABC 你看 D跟E属于施工阶段 建立工作 施工阶段里面有四个大块 区分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题 在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阶段 注意竣工验收阶段了 看看 项目监理机构的主要工作 工作任务有哪些 竣工验收阶段 看A 督促施工单位 及时整理各种文件和资料 受理施工单位 这个受理单位工程 竣工验收报告 并且签署意见 正确 这个说的就是竣工验收报告 说的是验收阶段 看B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 编写质量评估报告 正确 抽检进厂的工程材料 还有这个购配件的质量 这是跟抽检这个 他们的这个质量是什么时候的 是施工阶段 质量控制里面的吧 不是竣工验收阶段 看B 组织预验收参加竣工验收 正确 这就是竣工验收阶段 然后E 协助业主处理与工程有关的索赔 和合同争议 错 这个索赔跟合同争议 它是属于合同管理里面 关于合同管理 监理它的一些工作人物 这个不对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A D D 选ABD 好 关于这些内容 我再把这个 PPT我翻到前面去 我相信很多学员 你想要截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些内容 你截一下 如果说你有需要 你就截一下 没有需要 就不用截了 这是材料跟设备采购 涉及到的 它重点是制定一些计划 协助业主去选择供应商 参与签合同 监督实施 这是材料跟设备采购 截完了吗 我们继续往下按 然后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是不是施工准备阶段 你看 前面不是有学员说吗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这属于哪个 属于施工准备阶段呀 我审查施工组织设计里面的措施方案 是不是符合强制性标准啊 对吧 还有设计交底 人员的配备情况 审查实验室 放线 看见放线了吗 放线啊 这属于施工准备阶段 开工报告 这就前面都强调了 我觉得我们学员 这个记忆力就就也就七秒 跟金鱼差不多 说完就忘 我们看第第五个 这是施工准备阶段 不是 这是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有 质量控制 进度控制 投资控制 安全生产管理 是这四个吧 然后再往下 竣工验收 都是跟竣工竣工竣工 有关呢 然后第七 是合同 合同管理 刚才那道题 是不是提到 体现在这儿啊 索赔事宜和合同争议 这说的是不是合同管理方面的 好 说完了啊 你们也都弄完了 相当于我们看完题之后 再翻回去 我们简单的瞅了一眼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关于我们刚才这个 监理的工作任务 确实特别容易混 很多学员他都混 至少是得有90%的学员都混 除非你是天天干那些工作 你就很熟悉 那当然 大多数学员都混的话 这些接下来就是看谁 付出的这个努力更多一点 如果你付出努力多 那么你可能就跑到了那10%里面 所以课下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巩固啊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监理的工作方法 那就是监理他怎么去执行 他监理的工作呢 工作方法 首先看第一个 这个太简单 你看第一 如果说是施工不符合设计要求 就是承包方 这个施工方 他干的活儿 不符合设计要求了 或者是不符合技术的标准了 或者是不符合合同约定了 总而言之 他不符合要求 怎么办 监理就会有权要求 施工单位进行改正 只要是施工方 他不符合了一些要求 那么监理呢 就有权让他去改正 直接 你可以直接指挥 让他去改就可以 那如果说设计图纸 这个设计方 不符合了相对一些这样标准 或者是合同约定的话 怎么办呢 设计方 设计方不符合要求 我们监理可以直接去找到设计方 让他改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合同的约束力 怎么办 应该要报给建设单位 让建设单位去要求设计单位进行改正 你要报给甲方 让甲方去要求设计单位改 因为甲方跟设计单位 他俩是有合同约定的 这两个要去分开 施工不符合要求 直接让他改 设计不符合要求 找甲方 看题 根据建筑法 工程监理人员 认为工程施工不符合什么的 那么有权可以让他改呢 只要他不符合哪一个 我们就可以让他改呢 三个 不符合设计 不符合合同约定 不符合技术标准 是吧 选择二三四 正确 第二个 第二个 这里面怎么放这里来了 这是我们前的一道题 这个位置放的有点 稍微有点偏差 但是不影响我们做题 至少这个内容 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看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未经谁签字 建设单位不得不符工程款 不得进行进攻验收 前面我们讲过了 是吧 只不过这个题的位置 放的有点 有点靠后 那未经谁签字 不得不符工程款 不得进行进攻验收 对 总监理工程师 这道题考察的是 两种签字权 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不给钱 不得进行进攻验收 未经专业工程 这个专业建立工程师签字 材料设备 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道工序 好 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 你看这个监理 它在实施监理的时候 它需要编两个文件 编哪两个呢 一个是监理规划 一个是监理实施细则 首先我们先从这两个标题上 我们来看一下 监理规划 监理实施细则 那很明显这两个题目 这两个名称 我们就能够得出 这个规划 相比实施细则 更加广泛 更加抽象 而细则呢 就比它更加具体 更加详细 好 那么关于他们两个的一些规定 大家务必要区分开 一定要区分开 我把它整理到了这个表格里面 当然在你的教材上写了很多 那我全给它整理出来了 比如说 这两个 一个是监理规划 一个是监理实施细则 适用的范围 就是什么样子的项目 我们去编它 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去编它 适用的范围如何 什么时间编 谁来主持编 谁参与编 谁去编完之后 谁去审批呢 一定要区分开 我们对比出来看 首先看一下监理规划 我们先看这一列 监理规划 它是适用于什么样的项目 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有监理的 只要你委托了监理的 那么这个监理 他都要去编 这个监理规划 就是所有委托监理的项目 我们监理啊 你都要去编这个监理规划 好 那什么时候去编 看这儿 就是编制时间 你这个编制时间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在签订了监理委托合同之后 就是你已经知道 我要给这个项目 承担这个监理的工作了 签了监理委托合同 第二个 收到设计文件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监理规划 你想编它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签完合同了 第二 图纸收到了 设计图纸 设计文件 拿到手了 然后你再去编 你编完之后 什么时候 报送给业主呢 什么时候 在第一次工地会议之前 你报送给业主 就可以了 这个表格里面 所有的点 全部是需要掌握的 好 这是时间 一个是你编的时间 一个是什么时候 报送给业主 是第一次工地会议前 你给到业主就可以 然后谁来主持编呀 总建立工程师来主持 那谁来参与编呢 各个专业建立工程师去参与 各有关专业建立工程师 去参与编 好 那么你编完之后 谁去审批 谁审批 是由监理单位的 注意啊 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去审批 好 这些都是监理规划 我们对比这来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细则 首先第一个 这个细则什么时候编呢 或者是对于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才去编呢 专业性较强的一些工程项目 专业性较强的 就是难度数很高呗 所以这种我要去编这个实施细则 我就要去具体一点 编一个细则 然后什么时间编呢 你看啊 细则的编制时间 就是这一个项目 它在实施之前 我编完了就可以了 就是在项目工程施工之前 在施工之前你编 编完就可以了 而前面这个什么时候编 建立规划什么时候编 签了建立委托合同 收到设计文件之后 才去编 而且编完之后 在第一次工地会议前 给到业主 这两个一定要区分啊 然后细则什么 有谁来主持啊 关于这个细则的主持编制者 教材当中没提 所以你就不用记了 谁去参与呢 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关的专业建立工程师 去参与编制 好 那么这个谁去审批啊 由总监审批 要注意啊 细则是由总监去审批的 而监理规划是由监理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去负责审批 一定要去分开 没有讲一段干净截图 好 看完之后 我们去做一下下样的题目 编的头大了啊 确实是我们监理这一块 涉及到的一些记性的内容很多 那截完图 我们继续往下 来看题目啊 16年的 他说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工程监理规划 应该在什么之后开始编 说的是这个规划 你满足两个条件之后就开始编 哪两个条件 你们选哪两个 三根五 三 签了委托合同 五 收到设计文件 正确 所以选择三根五 那A呢 A是什么意思 A是我们什么时候 你把监理规划报送给业主吧 是在第一次工地会议之前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案 选择三根五 再往下 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编制完成后 必须经谁去审核批准呢 规划 监理规划编制完成之后 由谁去审核批准啊 规划 谁 A 监理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正确 那么监理实施细则 这个细则编完之后 应该由谁去审核啊 总监理工程师 对吧 那么这道题正确的案选择A 好 前面一个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需要大家重点区分开 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它们二者的不同 它们一个一些细小的点的不同 然后接下来 仍然是关于监理规划 和监理实施细则 它们编制的依据和内容 要进行区分 注意这里特别的难 尤其是内容这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们二者的编制依据 这里能不能考呢 能考 但是答对的可能性要低 为什么呀 因为确实是不是很好记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我想了个招 把它俩放到一起 我们去对比着看 并且把它容易出体的一些地方 我给它拿出来 我们重点去掌握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 前面说的是监理规划的编制依据 后面说的是细则的编制依据 首先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你看啊 这个细则 就是要比规划更加详细 更加具体啊 所以说这个细则 它必然是在监理规划的基础之上去编的吧 好 所以我们得出的第一个 你就知道了 细则的编制依据之一 就是前面的监理规划 你看 一审 一批准的 工程建设 监理规划呀 这个大家肯定记住了 细则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的 所以它依据之一就是监理规划 好 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 首先我们先看监理规划 第一个 我们要编这个监理规划 要依据什么呢 依据法律法规 当然不能违法违规 肯定要依据法律法规 还有项目的一些审批的文件 跟这个项目有关的 已经审批完了一些文件 他也拿过来去参考参考 然后第二个 这里就重要了 第二个有什么呢 有啊 与工与这个工程项目有关的一些标准 他一些技术要求啊 一些标准啊 那这些肯定是我们在实施监理的时候 我们重点是要去注意的吧 所以编这个监理规划的时候 依据了一些标准 还有一个 你看依据什么了 依据设计文件了 这就很清楚了 为什么我们前面说 编监理规划 什么时候编 两个条件 签了监理委托合同 拿到设计文件之后才编 为什么 因为他要依据这个设计文件去编啊 这就好理解了吧 所以你看 他依据了设计文件 所以你必须等着拿到设计文件之后 你才去编啊 和一些技术资料 我们看第三个 建立大纲 这个我一会解释啊 委托建立合同 你看 这不同样也是吗 前面我们说 什么时候来编建立规划 两个条件 一个是委托建立合同 一个是收到设计文件 才编 为什么 因为你编的时候要依据到他们两个 那要依据他们 所以是在收到他们两个之后 你再编 前后是不是联系起来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合同文件 然后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监理大纲 什么是监理大纲呢 其实这个监理大纲 是先与监理规划存在的 监理大纲是由监理单位的技术部门 相关人员去编的 编的这么一个监理大纲 在我们整本教材当中 就在这提到了这么一次 其他的时候没有再提到了 所以他们三个 监理大纲 监理规划 细则 先有谁啊 先有大纲 再有规划 最后有的是细则 把它这个顺序理一遍 我们就方便记忆 好 这是监理规划 它的一些编制依据 重点掌握 你看 设计文件 维特监理合同 这个我们前面都提到过了 还有一个监理大纲 挺好记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细则 它的编制一句 第一个就不用说了 依据了前面这个监理规划 还有呢 工程的标准 它还有 它也提到了这个设计文件和技术资料 这个相当于前后都一样了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 叫做施工组织设计 在这儿你要注意 施工组织设计 它作为依据出现 就在这儿出现了一次 整本书 就是这个监理师细则 这儿编制一句 提到了它 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挺好记的 就施工组织设计 就在这儿用到了 其他都没有啊 等我们最后学完之后 你要是整体来看的话 这也挺好记 它依据了施工组织设计 好 确实这个挺西方靠的 但是 如果说我们不好去区分它 不好去归类的话 也是不好记 那么我把这些提炼出来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应的题目 细则的编制依据有那些 我看细则有已经批准的监理规划 相关专业的标准设计文件 有关的技术资料 施工组织设计 这三个是都有的 是吧 所以选择A比C 而D委托监理合同 哪一个 我们是编细则还是编规划 依据到了它呀 是监理规划 对吧 而这个呢 没有提到 所以说这道题选择A比C D是属于监理规划所依据的内容 好 然后我们往下看 看这一个 这一个更头疼 这个说的是他们两个的内容 一个是监理规划的内容 一个是监理实实细词的内容 这么多怎么记呀 那确实不好记 但是它不仅考了一次 现在我们的意见确实这样啊 它越你觉得难记的 不想记的 它越要从这里出题 那所以我们现在处于 基础阶段 最最靠前的一个班次 所以我还是 讲的更多一点 希望我们学院学的也更多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的内容 其实啊 你不需要一个字不查的背 你把这个一些重点词记一下 排除法前面不就有了吗 你看 前面有什么呀 监理规划的内容 包括监理的概况 提到了监理的概况 提到了监理的范围 我要我要去监理哪些工作啊 工作内容 监理工作的目标 依据 这些要是让背的话 你根本就背不下来 从谁背不下来 所以我们只能是对比着来看 先来简单看看它 还有第六个 项目监理机构的一些组织形式 看你们整个监理机构里面 什么组织形式啊 是职能 线性 还是矩阵呢 这个不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吗 还有监理机构人员的配备计划 到底配多少人 人员岗位的职责 还有一个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 我为什么把这个画下来 因为后面也有这句话 在这呢 这个是属于他俩都一样的 监理工作的方法和措施 监理工作的方法和措施 然后还有监理的工作制度和监理的设施 那在这要注意啊 重点考哪个呢 这两个和这一个 这是考察最多的 工程概况 是监理规划里的 你细则就不需要再去写概况了 这个概况就就就就就 在细则这你就用不着了 因为这个太具体 还有这个规划里面 提到了这个监理的工作制度 以及监理的设施 那比如说 你要你要去实时的监理工作 你需要有很多的设施 不管说是工作上的 还是生活上的 需要很多 那比如说你监理要去检查 进行检验的话 你还得需要一些设备呢 吧 这说的是监理设施 然后我们看监理 实施细则的编制内容 细则 既然是细则就会很具体 你看第一个 专业工程的特点 这专业工程 它有哪些特点啊 它有哪些 它既然说 如果说这个细则 不是它是针对于 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吗 难的技术高的呀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明白 它这个特点 可能说是挖机坑的时候 涉及到的这个 这个机坑很深 可能是这个图体 不是很稳定 等等 这是特点 我们必须要明确 还有监理的工作流程 是不是很具体 细则这就提到了流程 而前面没有吧 前面什么内容呀 范围呀 目标吧 依据呀 而且人家这里提到了流程 就是我怎么去一步一步的 去实施这个监理工作 还有呢 是监理工作的控制要点 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去重点控制的 要点要强调 还有目标值 就是要控制到什么程度 目标值和要点 最后一个监理的工作方法和措施 他们俩还一样 如果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啊 真考了 你就去看 如果问细则 你就对比那些选项 哪一个是更加详细的 什么特点呀 流程呀 控制要点呀 目标值呀 相对于前面范围内容目标 这个 依据 是不是很具体了 注意 像这些内容 我们是正常人是背不会的 除非你 你你你你特别厉害 或者是你时间很充足 你就想一个字不差全背 那也行 就会 有点没 没有太大的必要 所以 对于这些内容 我们必须要 学会的 怎么去做题 你要会做题 你要会 投机取窍 掌握一些关键词 在你的脑子里 你能够感觉出来 就可以了 这就是 我教给大家的一些懵工 有学生说 我去考试了 好像我很多都是懵的 但是我还能够高分通过 为什么 你别相信他 他不是说全部都懵 他在懵的时候 他脑子里是有感觉的 他不是说什么都没学 上去懵 那谁都考不过 那你注意 这个要注意啊 练懵工的时候到了 来我们练一个 看你会不会懵啊 根据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规范 属于工程建设监理规划 规划 相对 没那么具体详细吧 你看控制要点 目标值肯定不对了 盖矿有 监理工作制度有 设施有 这个 进度计划 有没有提到啊 进度计划有提到吗 没有吧 所以这到底选哪个 选A比C啊 是吧 你要去理解它 在你的理解之上 最好是能够把它记得越多越好 是这样的 我们看 18年的 根据建设工程 建立规范 工程建设建立实施细则 应该有什么 你看18年考到了细则 特点 流程 要点 目标值 是不是都有 工作的范围 这属于监理规划里面的 所以只要你不选A 就能得分 好 那么我们第一章的 最后一节 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接下来 我通过考点小节的形式 把刚才我讲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再一次梳理一下 如果说哪些地方 你掌握的不是很好 重点标记 课下再去好好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监理工作的四大特点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进入到第二章的学习 监理工作 四大特点 服务性 虽然说监理 他会努力让目标实现 但是他不保证 目标一定会实现 服务性 有偿的技术服务 第二个 科学性 他是没有文盲的 都是专业人士 还有呢 独立性 不得依附于被监理单位 还有公平性 或者叫公正性 都可以了 是在保证业主的权利的前提之下 不得损害 承报方案的利益 这说的是四大特点 然后第二个 监理的签字权 监理的签字权 总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怎样 专业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怎样 总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不得拨付工程款 不得进行 竞工验收 专业监理工程师不签字 材料设备 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的工序 一定要去分开 然后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内容 这个工作内容 这儿就涉及到了我们质量管理条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面 它的一些规定 我在这儿 我想几个 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比如说 首先第一个 当施工不符合要求的时候 那监理呢 他就可以直接要求施工大学去改正 那如果这设计不符合要求呢 监理要报告给谁呀 报告给建设单位 再往下 我们监理 他承担的是什么责任 是监督 是管理 还是监理的责任 监理的责任 再往下 比如说 他在施事监理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隐患 发现有隐患了 那建立让施工单位怎么办呀 你们说 发现有隐患 让施工单位 整改 对 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呢 严重了 怎么办 严重了就让施工单位停止施工 并且报告给谁 建设单位 如果说施工单位 拒不整改也不停工 那么我们就要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 对吧 还有一个 监理实施监理的形式有三个 哪三个啊 旁占 巡视 偏向检验 对吧 重点内容我都说完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儿 建设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他这两个 谁主持 谁审批 以及什么时候制定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 建设规划 是什么时间去去编啊 两个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收到了设计文件 第二 签了委托合同 然后再去编 是吧 什么时候报送给业主 第一次工地 第一次工地会议之前 报送给业主 谁主持编 总监 谁参与编 专业建设工程师 编完之后 谁去审批 监理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然后细则呢 什么时候去编呀 就是这个专业 呃 技术性比较强的 这个专业工程 啊 分布工程 在开工之前 你给它编好就可以了 谁主持啊 教材当中没提 你就不用记了 谁参与 专业建设工程师 去参与 谁审批 总监去审批啊 然后下一个是区分 监理规划 监理实施细则的内容 和编制依据 啊 关于这个内容 这儿 有什么来着 你记得没有 专业工程的特点 监理的流程 你看我讲一遍 我都记住了 不知道我们学院 你跟着听 认真听美 呃 还有什么监理的 这个对监理的流程 我刚才说了啊 这些 那都是细则 它里面内容 然后规划里面内容 我重点强调的 有什么 工程的概况 监理的工作制度 是吧 那还有一个 监理的 设施 那就是 比如说监理 他要执行监理 他需要一些设备 仪器 那是监理的设施 还有编制的依据呢 首先 细则 它是依据了规划 那细则是在规划的基础之上 去编的 然后还有什么 大家有没有印象 考考你们 你再说几个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我说细则的依据 那依据之一有规划 还有呢 对 我重点强调 施工组织设计 这个绝对不能忘 是吧 细则里面 我重点强调就是 施工组织设计 是唯一的 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 存在于哪里 就是细则里面 还有什么技术的标准呀 还有什么这个设计文件呀 等等了 好 这是我们 刚才给大家讲的所有内容 再一次回顾了一遍 说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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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